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名的節目 第一名的節目要有預告訊的內容 跟實際上操作 也就是說政軍在講什麼 在預告什麼 就是在會不會去買什麼 這是你勝敗輸贏的關鍵 因為你們看節目最後還是希望 找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你跟他操作嘛 對不對 那你跟那個人操作 總不能每次都是用嘴巴在操作 你來找政軍一定是實際上操作 我常做的一個動作是沒有人敢模仿我的 到目前還是沒有分析師敢模仿我的動作 就直接在節目上直接公然的問 全國 全世界 全宇宙都會沒有 政軍有沒有實際上操作 政軍有沒有在講的當下就是在帶你們操作 我講的股票的內容 而且我從來不會在節目上去跟你分享或者去分析 不是我在操作的股票 我也不會讓你感覺我好像有某一檔股票 不會 我不會這麼做 我每一次正在講的股票一定都是當下的進行式 這個很關鍵 這個叫實際上操作 如果你認同政軍的實際上操作 那你當然就要來找政軍 因為你來找政軍你就會跟我們的會員朋友一樣 一樣就是賺大錢 就是這麼簡單 那今天台北股市還是出乎意料 因為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指數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因為說實話 這個指數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預測 我真的不知道它會漲137點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認為可能會回啊 如果你要問政軍的看法 如果這一根黑棒 我們把它遮起來的之前 那你怎麼去判斷啊 你不要跟我說今天會大漲 你千萬不要跟我說 我早就知道今天會漲100多點 不可能啊 你搞不好會認為跟這個很像 你搞不好會認為 上個禮拜五的這一根K線 跟這一根很像對不對 但是事情總是出乎意料之外嘛 那請問台北股市今天強不強 我必須誠實的告訴你 非常的強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這一些股票的跌停 竟然還這麼強 在中 在中天的跌停 合一的跌停 它竟然沒有破壞台北股市的格局耶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中天跌停 合一也跌停 但是我都有告知過囉 我都有告知過囉 你要去追那個漲5倍10倍的 那你自己要負擔責任喔 這些我通通都講過囉 那剛剛政軍的意思是說 那台北股市今天強不強 投資朋友今天非常強 今天漲137點 不是因為漲137點強 而是接著取而代之的股票越來越多 但是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真心的希望 這投資朋友 你們一定要改掉一些習慣 就是說 不要去養成一個叫追的那個動作 因為你跟政軍操作 我從來不會帶我們去追股票 來看一下今天政軍發來第一通扣訊 這今天我們發第一通扣訊 最強的生技合一中天性果 通通跳空跌停 那我想這也沒什麼意外的啦 那重點是接下來怎麼樣布局 怎麼樣操作 目前的指數就是相對的高檔 但是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養成好習慣 不要去追高 那你也不要亂殺 這是股票市場的 贏家的不二法則 那我們所有推薦的股票 每一檔都是底部 底部政軍才開始推薦 而且從底部進場 那我有特別說明了 近期你只要不追高 接下來你反而要去尋找 相對低檔低基期 比較位階比較低的股票 那目前我們手中都是 近期低檔去上來的強勢股 安心續報 老話一句 要就賺大的 你跟政軍操作其實 你會做得很輕鬆 而且我們每一檔股票 我們一定都會有所謂的 預告性的內容 那我相信在上個禮拜 你們應該有感受到吧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政軍的股票有多強 也不用我講 因為你們有看到這一張資格 我們來看一下 當政軍在推薦 順利的要 我是從信國跟你推薦的 對不對 我是從這邊開始 但是我跟你講說 這已經長那麼兇了 長這麼兇了 當然有新的啊 這是當初還沒漲的月線 投資朋友 這是還沒有 還沒有過這邊前高的月線 這邊還算相對的低檔區 但為什麼我這一張字卡 原汁原味 我都沒有變動過它 我當時就已經給你畫 過 過什麼 這邊都過這邊的量啊 所以你才會看得到上個禮拜 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漲停 禮拜三漲停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漲停 通通都漲停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投資朋友 我難道是五根漲停之後才開始推薦嗎 我難道是第五根漲停才開始推薦嗎 我是在還沒有噴第一根 還沒有噴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為什麼 因為你有看到這一張字卡 我們把這兩個字卡 如果放在同一張的話 請問投資朋友 這一根 就是這一根 可是我已經有先跟您做預告了 你看到這一張叫什麼 過 我這個字卡是原汁原味 我都沒有變動過任何的內容 只有畫漲停板 是後面畫上去的 這是後面你看到的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我是後面慢慢畫上去的 這是事先講的 這是你後面看到的 你後面看到的就已經過這邊的高 再看一次 你已經看到答案 這叫答案 你已經看到答案 但是投資朋友 有沒有在 在這一根長紅五個漲停板 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有 你有看到這一張 過 這個位置 如果跟你講會過這邊 你會相信嗎 如果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這邊會過 這邊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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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漲超過60% 會漲超過60% 五個漲停板是超過60% 你在這個位置你會相信說 會漲60%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你不會相信的 但是你已經看到了 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就是過 創上跪天價 所以後來正經在上個禮拜 才推薦新的這一單股票 要玩就玩大的 請問今天有沒有突破平台創新高 請問今天有沒有突破平台創新高 這就不用問了 一定有 接著看下去 那請問這一檔股票 是哪一檔股票 中效動路走九遍 這是一首歌 那這一首歌是誰唱的 誰唱的 你們都知道答案 這是這個測標 因為當時候正經在推薦承德的時候 你們或許會聽到別人的看法 但我沒有別的意見 我也不是說別人錯 那我對 那我多怎麼樣 多厲害 不是的 同志朋友 沒有 在相對位階高的時候 我頂多跟你講說 天花板的股票不要去追 對不對 但是我沒有在節目上去罵人家的股票 說那個股票是爛股票 然後叫你趕快把承德賣到最低點 結果漲了三到四成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別台就會有這種格局 對不對 自己的股票又不怎麼樣 也是很爛 竟然說承德很糟糕 所以你看做節目 你就把你手頭上的股票 把它賣掉 賣掉了 賣掉又買到不會漲的股票 那不是很歐嗎 來看一下 我們東西都有預告 全球首科AI智能風扇 你有沒有覺得這股票很強 今天還是非常的強 投資朋友 還是非常強 這是內容 對不對 我再讓你多看一些內容好了 投資朋友 下半年開始NVIDIA NVIDIA股價已經在創新高 對不對 NVIDIA跟AMD 他們都會推出7奈比的GPU的 新的這個晶片 那這個新的晶片 是搭載誰的散熱的風扇 而且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它這個是高階客製化的散熱風扇 而且是AI的風扇 那請問下半年的營收 會不會越來越高 會不會越來越高 投資朋友 這不用拆啊 不用懷疑啊 我都有跟你們講過了嘛 跟電競都有關係嘛 維新技嘉 其實跟這個也有 投資朋友這個今天又創新高了嘛 十全啊 但是沒有漲 一定是被你念到不行的啦 十全沒有漲 一定是被你念到不行的 這也是電競啊 這也是電競啊 對不對 那投資朋友 我都跟你們特別提到 我一定是知道你們不知道的內容 跟你們不知道的故事 所以你跟政軍操作 你買的都是買在未來 他除了電競喔 電競之外 5G 5G的AI 當然我現在不能講啦 我現在講 或許我現在 我現在講的內容 你現在也是不相信啊 你不會相信啊 就跟當初 我有跟你推薦一檔股票 說我送你一檔股票 我在節目上講過了 4967的十全嘛 來看一下 可是沒有漲 你會覺得說沒漲 沒漲的時候就是沒漲 但是漲起來 漲起來你也不用買了 但是我都有跟你告知 我說他這種營收 營收 因為我知道你不知道 因為你們只知道 喔 營收還好嘛 普普啊 對不對 你當初你也是跟政軍一樣 我都是跟你以前講了 我說營收後面會不一樣 我說營收後面會不一樣 投資朋友都看來出賣 這邊都是5億的營收 這邊是5億的營收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 6月的營收 那你知道6月營收多少嗎 6月營收 10億 10億 你再看一次 你剛剛看到的 你剛剛看到的5月營收幾億你知道嗎 你剛剛看到的5月營收才5億 對不對 但是我在送給你的時候 我不能講嘛 那有時候就要有時間差嘛 因為這叫送 送的內容要有時間差 投資朋友 但你們往往沒有什麼耐性啊 不是嗎 我最近有送你們一檔股票吧 我最近送你們股票好像送蠻多的 先來看送給你這檔股票 其實有時候會很感傷啊 就是送給你們當下 你們就是那種 沒什麼耐性 這個啊 請問這是哪一檔股票 我當初在講的 你還有沒有像 電動自行車 我都有跟你講過 台灣在全市 在歐盟 歐盟市場的一個 這個市占率 我們高達63% 投資朋友 我當初是講這檔吧 答方吧對不對 好 那我要讓你先看個內容 你看我領先了多久 我最先講的是90塊錢的哪一檔 你知道嗎 你們有印象嗎 腳踏車的 全市場我第一個講 而且我都有圖有字卡 我好多東西都是先講在前頭的 投資朋友 你應該知道吧 但是知道沒有用 因為知道你 你當時你不會相信 你不會相信 因為你相信的時候 都已經什麼 已經噴上來了 那你就噴上來 你就問政軍說 政軍那現在可不可以去追 投資朋友 我沒有意見 因為你們 你們要不要追 你們自己也可以去衡量一下 因為做股票其實不需要去追 來看一下這張字卡 這是哪一檔 你們知道吧 當初政軍在講 其實你們也不太相信 這是什麼 90塊的貴猛 5月20號 90塊的貴猛 包括上禮拜有沒有 被政軍賣掉的巨核609 有沒有 這都當初我在那裡講的 我在講90塊的貴猛 你相信嗎 那今天貴猛已經到190塊錢以上了 190塊就沒有什麼好分析 190塊我會跟你推薦什麼 我會跟你推薦我的答方 來看一下我的答方 我在節目上花多一點時間跟你講的時候 你真的要特別特別去留意他 因為我都知道你們不知道後面的營收 這是政軍的強項 信不信 不相信 再多講一檔股票 來 這一檔叫什麼 這檔叫待遇 當初政軍有給你看過 這個內容 我們先定格在這個畫面 我先定格在這個畫面 請問至中 看最清楚的內容 應該是這個最最清楚 3月他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寫訂單滿載已經最少到7月 而且我已經問你營收會不會暴衝 這是什麼 這你應該知道吧 這待遇你知道吧 這待遇的資料吧 你知道吧 好 我3132333343536推薦的待遇 今天已經快要衝到快70塊錢了 那請問待遇的營收 來看一下待遇的營收 來看一下 請問他營收現在跳到多少 這邊都5億嘛 4億啊5億對不對 我當時候講你或許你也不相信 來看一下 我讓你看一下 我讓你看一下 現在營收跑到哪邊去 等我一下 來 6億跳到哪邊 跳哪邊 跳到9億 9億 好 為什麼股票會翻倍啊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如果你當時候也是一樣在5億的營收 你都知道 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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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收將來會跳到9億 而且我是事先講的 我事先講的時候 或許你看到剛剛那樣字卡的時候 你會很納悶 蛤 訂單滿載 營收會爆衝 營收會爆衝 這些你知道嗎 這些你鼓歌應該鼓不出來吧 就像你看到今天的貴猛 你看到今天190塊的貴猛 我90塊的時候跟你講你不相信耶 對不對 那後來政訊開始就慢慢跟你推什麼 推這一檔叫達方 來慢慢讓你看一下 我今天稍微達方會稍微講深一點的內容 那你們就慢慢仔細的看 我曾經有跟你講過 你們不要把達方當作是被動元件 因為他被動元件的佔比已經越來越低了 已經不到20%了 他現在慢慢已經開始要走哪一個路線 我都跟你們講過了 先讓你看一下他是做什麼產品 我曾經有跟你們講過 他在日本跟荷蘭 因為日本跟荷蘭 這兩個國家是最喜歡騎腳踏車的 那因為以前的腳踏車 就是用腳在那邊踩啊踩啊踩 因為用腳一直踩對不對 現在都是電動的 這是日本 我先跟投資人報告一件事情 我們不能講牌子 這個B牌 B牌就是這個 B牌我們不能講 你講出來有點這個廣告嫌疑 B牌在日本有300個經銷商的據點 B牌一樣在日本有500個經銷商的據點 300個加500個 那麼就是800個對不對 我再讓你看一下答方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近的走勢圖 是長這個樣子的 還不錯嘛 多頭線性排列 那最近也除了2塊3的現金股利 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量有過 量有過他這邊也是有過 我再讓你看一下更細的東西 叫做他的什麼 投資朋友這長線的 拉長一點是變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是融資 融資近期是新低 但是我認為 他比政軍當初在推薦J檔股票還要強 當初我在推橘子的時候 我也跟你講過 融資是創新低 但是股價也是跟著殺下來對不對 殺下來殺下來殺下來 融資都是在相對低 我當初跟你講 六字頭60塊錢的橘子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就非得要漲到80幾塊 你就相信了對不對 來來看一下答方 答方我覺得比橘子還要更漂亮 他融資是新低 但是股價已經慢慢悄悄的往上走 這邊 跟這邊 信也好不信也好隨你變 我每次寫的東西 你信信不信那沒辦法 再讓你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發給會員朋友的抗訊 答方第二季年增39% 六月營收也在創高 是跟日本的訂單 你剛剛看到那兩個 那兩個就是300個跟500個經銷商 跟日本的訂單是有關係 那因為這個是成功的模式 所以他們接下來會在德國跟瑞士 德國跟瑞士 好 我要繼續講其他的 因為在日本是非常的成功 荷蘭也非常的成功 所以他們接下來就開始往歐洲 的步線去前進 那目前大概德國跟瑞士 德國跟瑞士 有什麼單子 好吧既然要講就講徹底一點好了 德國跟瑞士的單子 請問有沒有單 如果沒有單就不會在捷克設廠 捷克在哪邊 捷克在德國瑞士的附近 那為什麼在捷克設廠 設什麼廠 電動自行車的電池 那除此之外 不是只有歐洲有特定的單子 中國大陸 中國現在也開始也很進化 你們不要把中國把它想的很落後 那代表你沒有去過中國 我不是吹捧中國 我也不是什麼到中國的大腿的 不是我們是就事論事的 中國現在其實已經 跟以前想像的不一樣了 投資朋友 那有歐洲的訂單 也有中國的訂單 那目前股價 讓你看一下達方的位置 但是看股價請你們 來用月線跟我討論 我已經跟你們討論過一次了 我推薦的股票不會說很高檔區 才開始跟你推薦 你們都看得出來 這是三角收斂 前一次是這邊 這邊是融資新低的位置噴上去 那這邊又是融資也是新低 那當然現在沒有 現在股價沒有動 現在股價沒有動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跟當時90塊錢的貴盟 我跟你講你還是不相信呢 你不相信呢 90塊錢的貴盟 來看一下貴盟 這是貴盟 多少錢講的 這邊講的 這邊講的 你問我說這邊可不可以買 這邊喔 這邊去問你老師 這邊去問你老師 200塊錢 200塊錢 我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因為我知道在相對的低去買去重壓去佈局 會賺很多 而且你不知道後面的營收 我剛剛都已經在特別提醒你了 歐洲的單子有沒有單 你就看有沒有設廠 投資朋友很簡單 你們只要去看說那一家上市櫃的公司 到底營收好不好 你們有時候可以稍微花一點時間去查一下 查就是說你買進了那一檔股票 他到底有沒有寄到什麼單子 請你從設廠的觀念去看訂單 沒有多餘的廠就沒有訂單 也不用 有些單子根本是亂講的 因為今天全部都在講 另外的那個電動自行車的電池 是這個啊 這個啊 統證啊 統證啊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這樣子嗎 你覺得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有時候 有些東西講出來會破壞人家的 我也不想去 算了 不想講了 來 那接著看這檔是哪一檔股票 你們有沒有印象 這一檔 這一檔就是7月的見面禮 那在還沒有噴之前 那你有來 你有來 那這6支一定是你的 哪來你的 欸老師朋友 6月30號送你的 7月1號不囉嗦 第二支 其實在你們都看都不想看 第三支對不對 有時候就是 操作是這個樣子啊 第四支 第五支 第六支對不對 投資朋友 那我讓你看一下 今天的扣訊 今天的扣訊是這個 來 來 投資朋友 會做跟不會做 差很多 這是第一波的6支 這是今天 兩支 兩支 請問全國 全世界 全宇宙 會沒有 有沒有實際上操作 我問這個就夠了 那其他的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賺到 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檔新的標的 比如說明天要預告新的股票 一樣 今天來電登記 就讓你先同步先參與 就這麼簡單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要來 再看一看 最後一期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投资朋友有这三档 以下有这三档 来再看一次 你有这三档 你要来找我 你有这档 七月见面你 或者是你有这一档叫 中央动作九九变 或者是有智慧又勤劳 你只要有这三档股票 麻烦你今天跟我们的服务员人联络 麻烦你 这就要麻烦你 麻烦你要跟我们的服务员联络 我要跟你们讲一些不能讲的事情 一样 老规矩 老动作 我们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